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因为这辆R6之前摔过 避震器坏了 然后现在已经修好 今天我们来拍一个 如何从零开始去调整你的避震器 今天我们来说前避震片 首先大家快看一眼 因为R6的这根避震器 银色管的部分的总长 就如果我把车头抬起来 让前轮悬空的话 这个部分的总长是120毫米 因为我的实际使用场景是在赛道里面 所以我自己认为前避震的预载量 应该在20毫米左右 就是2厘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当你自己去量的时候 你需要把双手放在车板 如果我这样做 重心是不对的 对吧 然后并没有完全压到前轮上 但是我们骑车的时候 是需要这样的 所以现在因为达达在拍视频 然后我就自己来压一下车头 然后让车头下去一点点 请达达去量一下 现在前避震那个银色管一共是多长 所以现在达达量的是91 那120-91等于29 我目标是减到20 像R6的这个避震器的预载在上面 又因为我之前已经把预载已经调到最松了 之前避震小可囊的视频跟大家说过 预载如果去调的话 先调到逆时针到头 所以现在看这已经拧不动了 然后反向是可以拧的 OK所以现在我们要调到 因为刚才差值是29 那我们现在要调到差值是20 来 123 9 10 来这边 我也一样 123 9 10 好 现在达达量完之后 这管的总长是99 那么原始的总长120-99等于21 那约等于20毫米 那符合我们的预期 所以预载现在就是OK的 我的预载现在是下沉了20厘米 属于我预期的范围 当然最终在赛道里什么样的结果 以及能是否触底 我们需要测试之后再说 现在我们开始调回弹 这个车的回弹是现在属于回弹阻尼最小的状态 现在捏着刹车压一下前车头看一下什么状态 大家发现它的回弹速度非常的快 一下一下就直接就弹回来了 对吧 这个等于我一松下车它就会瞬间弹回来 对我在弯中的控制不是很有力 那我需要进行调整 YAMAHA R6的这个回弹在上面 TEN Tension 这边是S这边是H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2345678910 252627 27下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 这个避震器的回弹我总量是27格 那我先让它处在中间 比如说26 那就是13 我往回拧13下 让它处于中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避震器回弹的速度如何 是否符合预期 12345678910 11 12 13 左边这是13 那么右边也要同样 现在这个也是最松的状态 2345678922 跟右边差不多 现在我们看一下 从最紧的状态 我们退到13 12 345678910 11 12 13 好 这样两边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避震器 是什么样子 目前看的话 这个速度 还是比较快 那也不太符合我们预期 我们继续加一点 现在由我们从最紧的状态 往回松了13 那现在回弹的速度又不符合预期 还是比较快 我们就再增加阻尼 那就是往顺时扔方向拧 123 我们先调三格试一下 123 来 现在好多了吧 好多了 你刚才好多了 OK 来我们再看 现在就如果大家心里不知道我的你的速度是否OK啊 你可以再多拧一次试一下 这一次跟一伙的速度的差值的对比 你心里会有比较明白 现在是距离顺时针还有10格 那我们再加两格 12 两边各加两格 12 OK 我们现在还差到头还有8格的量 我们看一下这回8格和10格的区别 所以前避震的回弹我们现在调好了 算是初期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去调整压缩 因为亚马哈的这个避震器的压缩在下边 大家可以看到compassion COMP 有的车可能会写COM 有的车可能会写C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压缩的意思 我刚才拍视频之前已经把这个压缩调到最松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从最松到最紧一共是多少格 41 42 43 44 所以总共一共44段我们先调到22段 终于往回逆时针调到22下 21 22 OK 那左右两边需要一样 我们再去换一遍 这现在也是最松的状态 我们就从最松说是不是44 123 应该也是44 44到头了 OK 我们一样要往回转22下 1234 22 好 这样的话我的前避震的所有的设定 我就先作为一个初期的设定 已经调好了 我觉得作为初期的设定是OK的 那同样我们绑了扎带 这样的话我把它放在最上面 当我去测试之后 扎带最终在什么位置 再去调整我的 预载和压缩 来去增强避震器的压缩 再看轮胎的动动 去调整我的回弹如何 这样是一个综合的调整状态 所以避震器的调整是一个综合的状态 并不能说一本万利 你只调一次就可以达成比较好的状态 一定是通过初始的设定和自己骑之后 自己的反馈 你反馈给自己也反馈给技师 通过多次的反馈 才能调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谢谢大家